各位同学,我们来看STP Q01这个考试的题目解答 我们知道用斜面来研究加速度运动的是切利略 从斜面上滑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问题 斜面上的加速度 会比自由落体的G如何呢?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 精确的说 这个物体 从斜面上滑落的时候 它在这个方向的加速度A 跟这个角度之间,如果在 没有摩擦的情况下,A会是等于G sinθ 只有当θ是90度的时候,换句话说是变成 自由落体了 变成是 直接的自由落体 把这个斜面抬到90度的时候 这个sin 90度是1 A才会等于G 所以 一般情况下 角度只要不是90度,这个是一定小于G的 或者我们精确讲解小于等于 好,这个是 答案就是 佛 比较小 不是比较大 那么由于空气阻力的介入 高空跳伞者最后的 这个 运动的行为将会如何呢? 我们知道 在我们课程里面已经讲了 这个高空跳伞者的 速度随时间的变化 一刚开始当然 刚跳出来的时候速度是0 然后 离开 这个 飞机之后呢 他的这个速度就会随着重力而开始做 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一刚开始像是一个 直线增加的 那这个斜率呢 这个斜率 M就是几乎是等于 9.8 就是以9.8的斜率在增加他的速度 可是 随着速度增加,他的空气阻力就增加了 最后他的行为呢 这个速度的变化会慢慢慢慢的平下来 最后呢 会趋近于一个 终端速度的等速度运动 最后 他的整个这个函数行为呢 就像这个函数所表示的 一个指数函数的行为 所以 啊 最后会趋近于一个 啊 等速度运动 啊 这是 B 陈上提 跳伞者所受到的空气阻力随着速度增加而如何变化 当然 空气阻力会随着速度增加而越来越大 啊 所以会跟着增加 增加到啊 空气阻力 我们叫做 Air 空气的阻力 这个力量 当他等于 重力的时候 当这个条件满足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他就 合力为零了 对不对 一个 高空跳伞者 向下的重力 Mg 跟向上的 空气的阻力 Air 这两个力量一样的时候 合力为零 就会 呈现出 在这边的这个 等速度运动 好 第五题 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 直线行驶的汽车 它的时速若是80公里 那么它的SI单位是如何呢 我们知道如果它是80公里 每小时 Hour 我们把它换一下 80 乘上 一公里 是1000公尺 所以这边有1000公尺 但是 一小时是3600秒 OK 所以把它换算完了以后 你就会得到我们最后的答案应该是 22 好 一个 体重60公斤的男子 在地面上所做的重力大概是多少 我们知道F 等于Mg 任何物体质量如果是M 在地球上受到地球的重力的吸引的话 它所受到地球吸引的力量就是 它的质量乘上重力加速度G 所以大约是600牛顿 假设地球的重力加速度是10的话 一个物体以40的 速度向上抛起 达到最高点的时候最高点与地面之间的距离 那这个 很简单 就是用我们 所熟知的 莫速度的平方等于初速度的平方 加上 2AS 经过的位移量 对不对 达到最高点的时候速度是0 初10的速度 题目告诉我们用40 抛出 所以是40的平方 加上 2 A 这个地方我们以40向上为正 向下 这个 这个加速度呢 10是 负的10 然后 S就是它经过的位移 所以 我们这样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 40的平方算出来是1600 把这个 负的20 S搬过去 所以S就是把1600 除以20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 80 那这个S当然就是 从 地面 往上抛 到这个 速度停下来 这个是S 在这个问题里面当然就是高度H 所以我们知道 与地面的高度呢 当然就是 80公尺 所以1这个答案 假设一个行星的重力加速度是4 则一个物体自128公尺高的楼上 自禁止 开始自由落体 若干秒后 此物体会增落地面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 这个问题一模一样 只是逆向运动 刚刚是从 下面 上抛 现在呢是从上面掉下来 所以 考虑的方法呢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但是这个问题要问的是若干秒 在这个问题里面是跟时间无关 这个问题要问时间 所以我们要另外一个公式就用这个 距离时间的这个 距离时间的这个公式 所以 但是请注意到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个行星它的重力加速度是4 你可以想象 4 差不多就是火星的重力加速度 火星的重力加速度呢是 3.7 火星的重力加速度 所以 用4来做计算等于是在 火星上面做自由落体运动 好 所以 带进这个公式里面很快你就可以把T算出来是8秒钟 这个很简单 好 我们再看 第9题 有一个质量为5公斤 5公斤 好我们看第9题 有一个质量5公斤的物体 它在光滑的斜面上 从斜面的底部向上滑动 起初在斜面底部的速度是每秒20公尺 请问当这个物 请问 当这个物体 可以滑到 斜面高度 15公尺的时候 但我们不知道到底能不能 但题目已经告诉我们说可以的 它可以 滑到 高度是15公尺的地方 那这个速度应该是多少 这个题目并没有告诉我们 斜面的这个角度是多少 对不对 并没有告诉我们斜面角度是多少 但是它告诉我们说从底 底部开始滑 滑到 15公尺 这个物体 滑到15公尺处 可以 当它滑到15公尺 它也许到15公尺的时候还可以继续 往前滑动也不一定 但是 但是 我们 来 算一下 如果 它的粗速度是 20 它的质量是5的话 那么滑到15公尺高 高度是15公尺 这个15公尺 那么 这个时候它的速度应该是多少 那这个问题 很简单 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角度 θ是多少 可是我们 还是可以做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力学能守恒来 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 到了 最高点处的力学能 是包括两个部分 动能加位能 对不对 动能就是等于 我们现在不知道它速度是多少 但是知道是 二分之一的 M 是5 题目告诉我们是5公斤 V平方 然后它的 位能呢 因为已经抬高了 所以是 M G 9.8 那 这个题目要我们重力加速度用10来考虑 所以 我们这个地方 简单的 用10 再乘上高度 高速是15 所以 到了最高 15公尺高处的时候 它的力学能K加U 是这么多 OK 那起初的时候的力学能呢 就是只有动能 因为我们定位能 底部 底部的位能是0 所以 起初没有位能 只有动能二分之一MV平方 所以起初的时候 只有 二分之一的 在乘上 初始的速度是20 每秒20公尺 对 每秒20公尺 它的 初始的速度是每秒20公尺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方程式可以把V解出来 所以解出来的结果呢就是10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10 好 那么这个物体 可以达到最大的高度是多少 我们知道从这里是20 这里是20 这里 是10 那表示说 它还有 足够 的 这个 运动的能量可以继续往上再继续抬高 到多少 最大的高度到多少它就会停下来 那很简单 那我们就知道 等到它达到最高的高度的时候只有 M G H H是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 我知道它一定要等于初始的动能 所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H解出来 可以 来到最 高的高度 达到最高的高度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这个 高度呢就是20 这个时候速度已经变成0了 OK 好 这样解出来 好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 观察一个禁止 的摩擦面上 有一个物体在一个摩擦面上运动 不管这个物体的摩擦面上运动 运动快慢如何 摩擦力是必然要做 复工的 只要它在运动的话是一定做复工的 摩擦力总是与运动的方向相反 所以位移跟 力量的方向相反 那这个力量必然做复工 这第11题 好 12题说 如果每秒钟有500万公斤的水 会从40公尺高的瀑布 落下来那么在瀑布的底端 的 这个 可以获得的水 运动的功率有多少 那功率基本上就是 每秒钟多少能量或多少功的 的意思 所以我们只要把每秒钟有多少 重力位能 水的重力位能会转换成为动能 把它 计算出来就好 这个重力位呢很简单就是mgh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只要把500万公斤就是5乘以10的6次方 乘以重力加速度 我们用10来做计算 然后 高度是40公尺所以 一秒钟会有 这么多焦耳的能量 从重力位能变成动能 然后 这个时间是一秒钟所以刚好把1 放在分母 我们就算出他的瓦特数是 2乘以10的9次方瓦特 这个就是 12题很简单 好13题说 一个600瓦特的电器工作一天 需 若干度的电费呢 那很简单 我们知道 多少度的电费 一度的电费 一度 一度的这个 多少度对不对 我们知道 一度电这个度的意思呢 就是能量的单位 是多少能量呢多少电能呢 很简单 一度 等于 1000瓦 工作一小时 那1000瓦 1000瓦 就是 1000瓦特 乘以一小时 一小时是3600秒 所以 一度电 就等于 3.6 乘以10的6次方 焦耳 所以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概念 1000瓦 1000瓦一小时是这么多焦耳的电量 那这个题目 他问我们多少度 所以我们不用管 到多少焦耳 我们以度为单位就好了 以度为单位就是 问 这个电器用品到底 是多少千瓦小时 那么这个 电器用品是 600瓦特 600瓦特等于是 0.6千瓦 对不对 0.6千瓦 然后他工作一天 一天是多少小时 24小时 对不对 所以 0.6乘以 24 等于14.4 千瓦小时 14.4 千瓦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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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度 所以 这个电器用品 用掉了 14.4 度 就是这个 问题 所以我们 挑最接近的答案 就是15 就是15 一个 电动马达的输出功率如果是 2000瓦特 利用这个马达将200公斤的重物升高60公尺 要花多久的时间他可以把它升上去 OK 好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要先把 这个 把200公斤的重物升高60公尺到底需要多少能量要先把它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 你总共需要的能量 应该就是 你要做的工 这个工呢 就是 啊 质量200公斤 m g 9.8 9.8我们用10来进士啊 用10来进士 然后高度是60公尺 所以我们应该要算这个量 对不对 这是我们所 所要做的工 才能让他把它 抬上去 那这个工当然由这个 马达来完成的 所以我们知道 你所要花的时间 当然就是你所 所要 提供的能量 除以 你的 工作的效率 啊本来 工作的效率的基本定义是P等于1 Delta1除以DeltaT 对不对 啊单位时间内做多少 做 耗费多少能量 对不对 或做多少工 那 时间就到过来把功率除下来 所以我们就把 2000放到分母来 啊 所以这个问题 把这个除以2000 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 啊 那这个2000跟这两个消掉就是60 最后 最后的答案就是60秒 好 好 第五题 一个物体 它的初速度如果是32 经过128公尺后停下来 那么这个过程中的加速度是多少 那这很简单 我们知道 它的末速度 末速度是0 啊 啊这个这地方写 漏掉了一些东西我重新写一下好了 好我们知道我们有个基本的公式就是末速度的平方等于初速度的平方 啊 加上 2 as 这个题目告诉了我们初速度又经过 告诉我们距离没有时间所以刚好就要用这个公式 用这个公式 停下来所以末速度是0 所以 这边是32的平方 加上2a 经过多远呢128公尺 啊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把a解出来了 所以a显然是负的答案是负4 啊因为是速度会会来越来越慢所以是 减的啊速度是 负的 好 那么 物体自 初速到停止之间运动的时间是多少 那很简单我们现在知道了 末速度是0 初速度32 所以0 等于 32 v 等于 v0加at 对不对 好 加 a a是负4 乘以t 你要经过的时间 所以这样t就算出来等于8秒钟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了啊 好我们再看第6题说 这个表 代表着一个等加速度运动的时间跟位置的相关速率 那么 在这个 运动当中 我们来 计算他的初速度跟物体的加速度 好 很简单 跟刚刚一样 我们一样也是 用 啊 基本公式 x 等于 x0 加上 v0 t 加上 2分之1的at平方 这个基本公式 因为 我们的表是 时间t跟m 跟这个x之间的这个函数关系的 啊 数据所以我们当然就用这个 公式 来把数据代入 然后 解连一方程可以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 好 第一个点是 啊 时间0的时候 位置是0 所以直接带进去就得到x0 应该就是0 所以基本上就没有这一项 对不对 好 我们把第2个点带进去 时间是 啊 t等于1 所以位置是8 所以我们得到第1个式是8 等于 v0加 2分之1a 啊 t是1 第2个点是220 所以 左边是20 右边是 v0乘2 对不对 所以是2v0 加上 2分之1的a t平方 乘2的平方 所以 这个式子可以简化一下 我们知道这一项会变成 2a 所以 通通把它除以 除以2这边会得到10 等于v0 加 a OK 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来做连例 很快的你把两式相减 就把v0减掉 从这里减上去 v0减掉了 a 减 2分之1a 所以左边剩下 2分之1a 右边是 10-8 是2 所以a很快就减出来是4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个问题的加速度应该是4 那初速度是多少呢 把4带进来 v0就等于10减4 就是6 所以我们快得到了 6这个答案了 所以我们快得到 v就等于6 好 最后一题 一个物体受到 200牛顿的定力作用 它的速度呢 由10 在4秒内增加为30 要我们算这些量 很简单 4秒内 做这样的增加 我们就可以把a 把它算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增速度是30 初速度是10 加速的时间是4 所以带进去的话 a马上解出来 就等于5 第1个答案就是5 那 物体在2秒内所经过的距离 当然就要用这个公式 对不对 这个 位移量 等于v0t加2分之1at平方 v0 v0是10 经过的时间是2秒钟 前2秒嘛 对不对 所以 10乘以2 然后2分之1 a是5 t是2 平方 t平方 所以算出来是30 第3个说 2在2秒10的 速度是多快 v等于v0加at 所以我们 用10 初速加上 a是5 t是2秒 所以算出来是20 再来 这个物体的质量应该是多少 那我们已经知道a了 又知道它的 力量是200牛顿 f0ma 所以f200 m乘 a是5 所以 质量是40 那这个 物体在2秒的时候 它的 动能是多少 动能的定义 2分之1mv平方 所以2分之1乘40 质量刚算出来是40 乘以速度是v平方 20的平方 所以 你就得到了 这个 8000交耳 这是动能 你也可以 倒过来 问 这个200牛顿的力量 在这个物体运动 运动2秒钟的过程当中 所施的力量 做工 做了多少 工 那我们知道 所做的工 等于 力量 乘上位移量 力量是200牛顿 那在这2秒钟之内 经过 多长的距离呢 啊 我们 我们 我们知道 啊 好 好 我们知道 刚刚在 这里 已经算出来 它是 啊 经过的距离是30公尺 在2秒钟之内经过了 30公尺的 距离 啊 30公尺 所以这边乘以30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力量所做的工 应该是6000交耳 对不对 6000交耳 那这个工应该会等于它的动能的变化量 动能的变化量就是它末了的动能 减掉它初始的动能 它初始的时候 有一个 速度是10 所以 初始的时候有个2分之1的m m是 算出来是40公斤 所以 40乘上 初始的速度的平方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计算的结果是 400除 4000除以2 所以是2000 这边2000 所以Kf就等于2000 加到这边来 就变8000 所以我们得到Kf 等于 8000 那这个8000跟刚刚我们 直接用2分之1mv平方 算出来的8000是一致的 这个呢 就是再度的说明功能原理 一个力量所做的工 或者净力所做的工 合力所做的工 会等于物体的动能变化量 这个就叫功能原理 在这里是对的 啊